今天早上在台湾东方海面形成两个热带性D7R 其中一个离我们比较近的 未来是有形成轻度台风的趋势 而至于离我们比较远的呢 它形成的机会则是比较偏低一点点的 不过台湾未来都受到低压带云系的影响 所以说整个台湾附近的水汽依旧都是比较偏多的 而至于这两个热带性D7R它的互动 我们可以看到它未来会慢慢的朝东南方向移动 或者是近似滞留 而至于比较远的呢 会朝西北方向缓慢的再移动 因此从明天的预测图上面可以看到 这两个热带性D7R的距离有稍微拉近一点的 主要来说就是它们两个互相受到牵引的影响 而不管未来这个热带性D7R什么时候变成台风 相对来说这个周末的天气 比下个礼拜的天气稍微是好一点的 各地可能偶尔可以看到阳光 其中中部以北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3到34度左右 其他各地大约31到32度左右 不过提醒大家可能不定时的都还是有一些 短暂震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 特别要注意就是午后雷震雨依旧都是比较明显 比较大可能会有决定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 而且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在东半部海面 巴士海峡的作业船只可能就会受到热带性D7R的影响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 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台湾附近海面一口气出现了两个热带性低气压 下个礼拜的天气充满了变数 而明天开始的周休假期 各地的天气也很不稳定 午后有很大的机会出现雷雨或震雨提醒您注意 接下来就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料 北部地区的基隆 台北 桃源和新竹 都是有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气温最低25度 最高34度 中部地区的苗栗台中 彰化 南投和云林 降雨的几率由5成到7成 气温是25到33度 南部的嘉义台南 高雄和屏东 也有雷雨或震雨 气温25度到33度 东部的宜兰 花莲和台东 降的几率在4成到5成之间 气温是24到32度 灰岛地区也是一样 包括了澎湖金门和马祖 全部都有雷震雨 气温是25到32度 我们再来看看未来三天的天气又是如何 因为受到热带性地气压的影响 我们看到不管在北中南地区 连续三天都有雷雨或震雨 东部和外岛的天气也是相当的不稳定 都有雷震雨发生的机会